都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对 但你们俩呢 却因为一个大难 又走到了一起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 这医生说 他得了白血病的时候 你作为前夫 你心里除了慌之外 你到底把他当作你的什么人 就是说是一种亲人 就是他生过病 就这事我不管 没人管 非我管不可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不管花多少钱 我也得管 是这样的 那不跟夫妻也差不多吗 一想到以前吵架吧 就感觉那种关系离得远 但是一看到现在 可怜的样子吧 心里就 就那 不会再想着以前的 所以你抱着他的手 你在想什么呀 李娟 妈妈是不是就感觉挺无助的 一会让我去住院 找亲人 我就想到当时 可能病了 心里挺难过 你病了以后 他照顾你照顾得好吗 挺好的 他都做些什么 照顾得好 帮我 问我想吃什么东西 给你做饭 对 还给你送饭 对 还干什么 现在洗衣服带孩子 洗衣服带孩子 都在做 医药费够吗 差得远 他帮你筹钱吗 在筹 各处跑 然后 没白天 没黑夜 都在外面奔波 清晨刚刚过六点 邵明明就起床开始收拾了 夏日的白天总是开始的格外早 而邵明明起床的头一件事 就是给前妻和孩子准备早饭 简单的白粥 就着油条 就是一家人的第一餐 孩子总是吃得格外的香 自从2017年前妻李娟得病以来 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就全落在了邵明明的身上 因为妻子得白血病 免疫力差的缘故 就连洗衣服这些普通的家务活 老少也不愿意让妻子累着 为了让生病的前妻吃得更有营养 每天早上老少都会准时去菜市场 买当天最新鲜的菜 车祸之后 邵明明的右腿留下了后遗症 现在走起路来仍然一搏一搏 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但是为了省下钱给妻子治病 老少去市场都坚持走着去 少明明自己省吃俭用 但是在市场里 老少都会记得给妻子买几个鸡蛋 自己可以辛苦点 但不能让妻子缺了营养 闲熟的刀工 马里的动作 在颠勺的起伏间 曾是饭店大厨的老少 厨师的底子可见一斑 但现在为了更方便地照顾妻子和孩子 老少已经转行 做了外卖快递员 这个送外卖可以顺便带下小孩 也可以过点个家呀什么的 稍微自由一点 然后一做厨师都到点上班 到点下班 然后现在只能送外卖少挣点了 然后就是把小孩带一下 他要不是命我现在当厨师呢 虽然两人已经离婚一年多 但为了给妻子治病赚取治疗费 邵明明一年以来打了无数的零工 做了好几份工作 不做厨师以后 老少听人说 现在送外卖赚得多时间还自由 就去做了快递员 每送一单可以赚三块钱 送外卖不像厨师在一个地方 最难的就是经常要爬楼上上下下 这对老少的腿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但是邵明明也咬牙坚持下来了 白天送外卖 傍晚开始就在路边摆摊卖西瓜 什么水果印记人们爱吃 老少都会进来卖 经常摆到凌晨才收摊 就为了能尽快给妻子 筹混骨髓的手术费 附近路过的邻居们 听说了老少的事 也会时不时照顾下他生意 这样辛苦一天下来 老少说能赚一百块 虽然不多 但老少说自己多跑几单 晚上多熬会儿 一点一点把钱攒着 一定要给妻子做手术 让她好起来 你这腿怎么送外卖 我这个腿就是 全是黑色的 14年不是这个出车祸里面 放的钢板给钢钉在里面 去检查的时候 那个专家说 他说你这个腿弄不好 要截肢了 当时我听到眼泪就出来了 他说你这个就耽误了 他说里面那个钢板 到16年还没取 里面都是已经 互发了一个肺浓了 你为什么会耽误呢 多个月的时候 中间没有怎么休息 为什么不休息呢 因为那时候 我们家里压力还大 每个月要翻房贷 所以说其实在离婚之前 这个男人拖着 残缺的身体 在耽误了治疗的情况下 是努力为这个家带做贡献 是吧 李娟 对